暂时我要和这只白手柄分别几天 我要去改它 为什么要改呢 这个圆圈键跟X键不怎么好用了 在玩游戏的时候 另外这个方块键也有点啪啪 我不知道说啪啪你们是否懂 说白了就是回弹不好 但是这只PS5手柄回弹很硬了 这只白手柄已经换了 这是第三只了 一年之内换了两次 现在过保了 人家也不给换了 不是说不能用 还能用 但是比如说玩麻布仔大冒险 你跳跳 总感觉它这个回弹不跟手 但是现在摁感觉还可以 就这方块键有点偏矮 但是这个X键回弹不好 这个圆圈键还可以 三角键也差点意思 网上有很多人说 上点那个WD40 或者说换一个什么硅胶垫 什么这个那个 咱也不会换 于是我就找了一家 他们能魔改手柄 这次连摇杆 还有按键 正面按键一起换了 换了带微动的 我之前用过那种 带微动的第三方PC手柄 那个很舒服 摇杆呢也换成霍尔摇杆 或者是别的摇杆 我相信专业的师傅 肯定比我自己改的更好 更彻底 享受一个比较好的服务 回头等到了 再和各位分享 但是玩的话 我更喜欢这只手柄 它好操作 好操控 这只白手柄 有点样子祸了 很漂亮 就是这个按键 还好摇杆没飘移 感谢观看